我真的有考慮要跟我老公分房睡這件事 就是想要叫他去客廳睡 旁邊沒有人空空的 我會覺得好沒有安全感喔 隔壁房間又有一點聲音 睡不著睡不著 但是這個呢 解決了我的問題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裴薇 夫妻之間到底該不該一起入眠 我覺得睡眠時間 在夫妻生活當中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如果另外一半的生活習慣跟你不一樣的話 要怎麼調適 我老公呢他平常是會非常晚睡的 我又會希望他跟我一起入眠 會希望在一起入眠的當中可以跟他聊聊天 這是我期盼了夫妻生活的樣子 但是因為每個人的成長過程跟生活習慣都不一樣 不可能就要一夕之間更改他的生活習慣 我又是一個很難入眠 以及旁邊只要有一點點聲響我就會睡不著 我真的有考慮要跟我老公分房睡這件事 就是想要叫他去客廳睡 他在隔壁房間 必須在這個過程找尋方式 我今天會拍這影片就是真的 我有在找方式 而且我還找到很多很可愛的小道具 幫助你的睡眠品質更好 更有安全感的入眠 我有一些生活小物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絕對可以幫助到你們好入眠 到底是哪些生活小物救了我們的夫妻生活呢 請看 簡而言之今天這支影片呢就是會跟大家分享一些讓你睡得更好的一些生活小妙招 第一件事情就是睡前空腹 我覺得睡前空腹會讓你睡得更好 喝一杯牛奶我有試過 睡前喝一杯熱牛奶或奶粉 這個我實驗過睡覺會做夢 然後空腹的話睡覺的品質我覺得是很好 可以睡得很深層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嘛 如果你們有睡眠問題可以試試看 再來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睡前會做的一些小儀式 就是這個 泡腳筒 其實你們可以找到非常多種的泡腳筒 通常這種我覺得比較方便啦 因為它可以收納起來 睡前呢 泡個腳 就是讓你增進身體血液循環 減緩一整天的疲勞 泡腳其實就有泡腳的功效 腳通了全身都通了 我在泡腳的時候都有一種暖宮的感覺 然後就會很想睡 可以真的把你的腳給包起來 就是它裡面的熱氣不會散失掉 我覺得這很棒 這個真的會全身冒汗 就是我自己泡一下 大概十分鐘左右 我就是額頭就會冒汗了 然後呢 就泡腳包嘛 一包給它放下去 對 像去那個有沒有按摩店 它會先讓你泡腳 就泡你的中藥材 就全身暖呼呼的 泡完腳之後就要洗澡了嘛 我有一個生活小妙招 登登 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洗頭書 我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分享過 真的是極力推薦這個東西 之前我去日本 很像唐吉哥的之類的店買的 晾飯店啊 宅貨店啊 曲擦室啊 都有在賣啦 這個就是洗頭書 我還蠻注重一個東西叫做穴道 就是我剛剛什麼 腳步泡腳 腳的很多穴道有沒有 讓它通了 你就睡了好了 再來 頭部是很多穴道 你在洗頭的時候 有泡泡的時候呢 趕快梳個幾下有沒有 按摩一下頭部的穴道 因為有用洗頭書 睡覺就會很舒服 而且通常好像也會做夢 但我不知道做夢 這件事情是睡得好 還睡得不好 可是我個人感覺有做夢 我就是睡得很深沉的感覺 對 個人感覺 洗頭書推推 請去買好不好 那我這個 好像才一百多塊吧 對 老公不用去睡客廳 也有辦法素眠的一個東西 這個真的太棒了 他最愛把東西亂放 然後又找找不到 不是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最近太炎熱了 就比較沒有在用 今天呢 這支影片最重要 就是要跟大家推薦這個東西 我有了它 你不用睡我旁邊也沒關係 真的喔 真的 我不需要你了 早說嘛 哈 你們先猜看是什麼 睡衣 他是一個 欸你們看他一樣藍耶 對我們很藍 有搭過的 北藍 睡眠帳篷 在家露營 不是在家露營 旁邊沒有人空空的 會覺得好沒有安全感喔 隔壁房間又有一點聲音 睡不著睡不著 但是這個呢 解決了我的問題耶 那極力推薦 就是有夫妻睡眠問題的人 可以買這個 我覺得他們有問題 很多可能是打呼耶 來打呼就用耳的那個叫什麼耳塞 30塊兩個 我那邊也有準備 打呼就是耳塞 啊太亮就是眼罩 那旁邊的人沒有跟你一起睡怎麼辦 就是 帳篷 沒有安全感 應該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我會覺得 睡覺的時候很醜 就是不知道你會長怎樣 然後被另外一邊看到 我就會覺得 嗯哼害羞 可是這個沒關係 早上還是看得到喔 看得到 我今天早上還是有看到喔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整個 我整個照住了 整個照在裡面好有安全感喔 就是有一個自己的小空間的感覺 這個很棒 我跟你講會搭配什麼 旁邊有拉鍊對不對 旁邊有拉鍊 手機放進去 然後呢 你會放進去嗎 聽那個睡眠的 你在裡面 你就是可以看一點小電影 看一點Nightface 但是有點近啦 這上面是可以放東西的 但我通常不會放在上面 這個也可以成為亞瑟的小窩 但他通常是會這樣餵著我 他不會進來 好我要講 這個我會放這種 瑞秋冥想 冥想 我所有的身體 白噪音 他旁邊有這個 全體的力量 可以放手機的地方 打開你的Podcast 請去搜尋 瑞秋冥想 這個呢 不管是瑞秋冥 但瑞秋冥想 我是最推的No.1 然後如果你們想要聽一些白噪音 你們可以去搜尋 你最推薦什麼 他每次看我們在錄影都會這樣子 開啟一個讓你入眠的聲音 把它放在旁邊 我都是定時一個小時 因為通常一個小時 我就是昏昏欲睡了 之前會買那個蒸汽眼罩 但蒸汽眼罩後來我發現滿貴的 有閒錢再去買 而且那是小Hop 旁邊都會積了一大堆睡眠眼罩 你就是戴上你的眼罩 放一下冥想音樂 直接頭塞到這個裡面 一路好眠 直接睡到翻 說說一覺好眠 有這個帳篷 枕頭不好 No No 好 來 跟大家介紹我的枕頭 睡眠真的是非常地重要 因為你睡不好 你一天怎麼工作 你沒有辦法好心情 起來就是很累啊 真的耶 因為我老公發現我的枕頭很好睡 他就把我的枕頭搶過去了 這顆呢 我之前去那個日本旅遊的時候 我就發現 日本的民宿枕頭怎麼這麼好睡 怎麼這麼好睡 請去搜尋中空管枕 顧名思義它就是中空管在裡面 吸管就吸管 好 所以就類似那一種 來 這一顆呢 為什麼厲害 這個配件原本是它的啦 這配件原本是裡面的 它可以調整高度 來 每一個人睡覺的弧度都不太一樣 就是你的脖子需要 有人喜歡睡高枕無憂 或是低枕 比較容易繞枕 對 睡高的枕頭 有人喜歡睡低的枕頭 然後我個人是喜歡睡比較中間的高度 然後是硬的枕頭 為什麼 反正每個人喜歡都不一樣啦 來 你們看 它的配件就是 它有兩層可以調整你的高度 這就算喔 我這不是在賣枕頭 因為我自己也很怕買不到你知道嗎 偷偷跟大家講啦 這個是在宜德利買的 對 反正它有一款 你就是去搜尋中空管枕就對了 因為就是我老公把我枕頭搶過去 所以我可能等一下也回去下單一顆 看得到嗎 就是吸管啦 它裡面就布滿這種小小的吸管 一個每一個就是凹凸不平有沒有 它在刺激你的頭部穴道 有嗎 有 你不是說你睡完很想做夢嗎 不是很想 是有做夢 就是有做夢嗎 就是跟刺激穴道的 對啊 是喔 它就刺激你的頭部穴道 讓你睡得很好啊 真的假的 真的是這樣啊 真的 這邊那麼多個拉鍊是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個人的 就是頭部的高度不太一樣 可以取出一些中空管 你覺得太多的你可以拿出來 然後再來呢 中空管有一個很棒的地方是透氣 欸 等一下 NO 你不要再貼你的手了 它有一個很棒的地方是透氣 好清洗 而且我發現宜德利的枕頭超級多元的 你們可以去那邊逛逛 超推 沒有業配 那宜德利如果要找業配也是可以 然後這個呢 你看喔 超多 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你睡眠的正中心 你頭凹下去的地方 你覺得太高 取出來 太低 放回去 這真的很人性化 這顆枕頭我超推 而且它價位很適中 它就是可以調整高度 那我這顆枕頭 也跟大家就是稍微介紹一下好了 這個是 這是你的枕頭 對 因為 我覺得枕頭很重要 所以我就有收藏一些枕頭 收藏 這個是我跟我媽去日本的時候買的啦 因為那時候就看到一間老爺爺在賣 然後我覺得好像還蠻好睡的 有老爺爺的味道 你不是說 對 因為它 我跟你講這個枕頭 那時候那個很老舊的店 根本沒有人會去 應該就是老的乾媽店那種味道 對 乾媽店賣枕頭的 然後就聞起來那種美味 感覺就放了好幾十年那種 可是就是覺得這個很好睡 其實我不否認它好睡 但是它比較低 所以我必須要再加一個 就是高度 反正總而言之 講太多了 總而言之就是 你的枕頭的高度 軟硬 建議大家可以去多多找尋 適合自己的枕頭 你真的是會睡得很好 有了這個之後 有了眼罩 有了瑞秋冥翔 我不需要老公在旁邊 真的假的 真的 你拍完了嗎 好 這邊先卡 我想要 他現在不用老公了 我要走囉 不要老公 不要 啊 好 OK 那就是這樣子 這些生活小物分享給大家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們 睡不好的人 失眠的人 老公不在身邊的人 睡得更好 老公真的沒辦法早點睡的話 到底要講幾次 呵呵呵 就代表我很在乎嗎 你到底要講幾次 代表我很在乎嗎 OK 好啦 就是這樣子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來看見 大家啦 掰掰